大家好,我是何医生,关注何医生,健康瓜科 有很多项的研究表明这些早餐居然跟胃癌有关系 只是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所以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讲 是哪三种早餐可能会对我们的胃癌导致这种发生的风险增高 那么大家认真听 你将会学到到底是哪三种类型的食物正在伤害我们的胃 还有就是早餐应该怎么吃 看完了转发给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来学习 首先我们先说这三种不适合当早餐食物 可能正在悄悄的伤害你的胃粘膜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早餐不适合吃咸菜配粥 为什么呢 首先这一个大喷是没有什么营养的 没有蛋白质也没有说这种新鲜的蔬菜跟水果 最多可能粥里面有这个碳水 但是呢喝粥很容易导致在短时间内 这一个血糖快速的飙升 导致这一个血糖控制不佳 那么而且这个咸菜啊 里面含有大量的钠盐 钠含量过高会破坏我们的胃粘膜 影响这种胃酸的分泌 破坏这种胃里面的一个健康的环境 那么这种高盐的食物啊 对胃粘膜的这种保护层啊会造成损伤 偶然一次没关系 但是如果一直都是高盐的一种饮食 那么这种损伤啊是持续性的 那么我们的胃粘膜就会走上这种癌变之路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 我们呢除了这种咸菜除了高盐以外 它里面还有大量的这种亚硝酸化合物 亚硝基化合物 那么这种同样会增加我们胃癌的风险 所以这一个啊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知道咸菜不适合多吃 更不适合早餐的时候食用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 那就是剩饭剩菜隔夜饭菜 那么很多人啊 把这种剩饭剩菜隔夜饭菜啊当做早餐 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那确实很多人呢因为上班啊时间不够 早上起来为了方便会随便热一下 这种剩饭剩菜就直接当早餐吃 但是呢如果是饭菜在空气中 那暴露了一个晚上以后呢 会在其内部啊产生很多的这种细菌啊 等等微生物 那么这些东西是我们肉眼很难察觉到的 那如果是把这样的食物当早餐 那极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拉肚子啊 肚子痛啊 发热呕吐啊等等 这种急性未尝炎的表现 另外呢相比于肉类 当这些食物啊 绿叶蔬菜 它的亚硝盐的含量会非常的高 煮熟之后放置时间过久 在细菌的一个分解作用下 那么亚硝盐呢 还会被还原成亚硝酸盐 那浙江宁波石检院啊 就做过这么一个实验 发现芹菜啊 油麦菜啊 空心菜等等这种绿叶蔬菜 在炒制之后 在25摄氏度的环境向保存 过了一天之后 亚硝酸盐竟然达到了 惊人的100毫克每公斤以上 那当这一个亚硝酸盐进入到 我们的胃部 这一个酸性的环境 那么就会跟吃下去的 蛋白质发生反应 产生真正有致癌物质的亚硝盐 那长期大量食用 那么就会导致这种细胞的突变 从而增加患胃癌的风险 所以很多人认为啊 将饭菜放进冰箱万事大吉了 但是其实如果是这种 做到了很好的这种保鲜 那这样子还好一点 但是尽管如此的话 食品再放到密闭的冰箱里面啊 它一样滋生很多细菌 最常见的比如说大肠杆菌 这个是最常见的 它一样危害我们的健康 所以大家呢 这种隔夜饭菜还是尽量少吃 尽量这种绿叶隔夜的一种蔬菜啊 就尽量不吃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早餐喝酒 那其实酒不管是中午晚上也好 其实都一样 都对我们的食管 跟我们的胃粘膜造成很大的损伤 引起这种粘膜的水肿啊 充血甚至溃疡 久而久之会出现这种癌变 那酒精它是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一类致癌物质 尤其是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 胃癌发生风险会增加26%以上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食物啊 大家还是要少吃的 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几点 那第一个就是牛奶配面包 那很多人一丁牛奶配面包 这不是很有营养吗 很健康吧 那其实牛奶里面的油脂 糖分 盐分 有些时候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是属于这种精加工的 那这样子它的营养价值其实不高 另外一个呢 早餐 如果是我们缺少水果跟蔬菜的话 其实是不太健康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把零食当早餐 那零食呢 很多人早上的时候啊 对一些人来讲 经常喜欢吃 但是其实非常不利于消化和吸收 而且呢 很多零食呢 其实它都是属于一种垃圾食品啊 非常容易引起各种类型的慢性疾病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只是水果 只是水果的话 是不能够提供人体正常的一个代谢的 需要多样化 再加上一些主食啊 蛋白质啊 再加上一些粗粮啊 那这样子就会更好一点点 那么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聊啊 就是早餐到底怎么吃 这一个内容非常的重要 大家要认真听 那么一般来讲啊 我们早上七八点吃早餐会更好 因为这个时候人体体温开始逐渐的上升 胶感神经也比较活跃 新陈代谢速度比较快 肠胃也开始运转 那么经过一个晚上的一个消耗 胃部的食物基本上都已经代谢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肠胃处于一种吸收营养的一种高峰时期 所以早餐非常的重要 那很多人呢 都不知道早期早餐到底吃什么 那么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早餐饮食的一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要足量的主食 那要占一天当中的40% 可以多吃一些包子啊 面条啊 等等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保证 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 比如说可以选择一杯牛奶啊 或者一个鸡蛋 那第三个呢 就是要有一定的蔬菜跟水果 那第四个呢 就是搭配少许的坚果 这样子来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比如说吃一点花生 吃一点核桃 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第五个呢 增加一些粗粮的摄入 比如说红薯 燕麦等等 好了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几个早餐啊 哪几种早餐 大家不能吃 对我们身体会产生很大的伤害 甚至会产生这种胃癌发生的风险 还有就是怎么去吃会更好一点 几大原则 好的那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 欢迎收藏评论转发 关注黑生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